诶 刚下来玉米特好吃了 来来一个 哎呀 又是粗粮 主天是紫薯 前天是南瓜 大前天是鱼桶 不知道还以为咱家到江湖岁月了呢 都吃粗糠多好啊 甚是纤维 走不走 哎呀 我不是 这玉米是多好的东西啊 不吃我也感觉 可是感觉玉米这大米饭还好吃啊 那平时吃的很多食物都有玉米味的 超好吃对不对 先把鲜玉米粒扒一大盘子 这个方法能快速扒出完整的玉米粒 先拿一部分炸成汁 再加点糖吉利丁粉啥的 小火煮到粘稠的状态 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玉米糖了 不过就是差个玉米形的模具 那就挤到家里现有的动物模具里吧 灌满放到冰箱冷藏凝固 就是玉米味的QQ软糖了 看着QQ弹弹的小身段 还有天然的玉米香味 本来想防粘撒了一层糖粉 或者说裹一层细沙糖吧 静置一会儿 怎么都变成这个德行了 还不如啥也不裹的样子 还有一部分打成玉米浆 再加点糯米粉 做成玉米汤圆 这糯唧唧的食物啊 这小子毫无抵抗力 正好玉米糖做得多 直接塞到汤圆里当馅 我还特意多做了点 吃不完可以放冰箱里冻着 吃几个煮几个也很方便 煮完的颜色看着就有食欲 嗯 糯唧唧的玉米味绝了 去年流行了好久的玉米了 把最后剩的这点玉米粒 今天也给它安排了 这个是玉米粒直接加糯米粉了 用黄油煎出来应该会更香 拌好的玉米粒放到平米锅里 加实 再浇点热油炸熟 煎好之后底部是脆脆的 吃起来又甜又糯 怪不得被评为了人气主食 这下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孩子不吃玉米了 呸呸呸呸 呸呸呸 这看上去还挺新鲜的哈 不是不吃粗粮吗 吃米饭吧 这是我们的主食 哎 你不是说了吗 粗粮对身体好 我是个挺快的宝宝 你说的吃粗粮好 我得听你的话 嗯 真好吃 哎 这什么 哎 一米粒的天球糖 还挺好吃 哎 你少吃点糖 我这吃的是糖吗 我吃的这是醋粮 醋粮对身体好 哎 太好了 哎 玉米馅了 玉米馅那么辣 粗纤维 多好的东西 还吃着腾腾的